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也好 全世界各国投了这么多钱下去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数字 那这个经济是死掉了 经济并没有死掉 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进入了经济的后危机时代 我们前面解决了一些经济的数字的问题 但是真正要解决的是明天的经济 我们谁都不能为了恢复昨天而高兴 我们应该是创造明天 我们明天到底什么经济是我们要的 是这些经济有没有出来 迹象在哪里 我们需要的是转型 而不是简单的GDP的数字 我们昨天都看见了 我个人也强烈地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 事实上是经过了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的重新的划分 也没有这是那么厉害 但是因为它来得快 去得也快 去得快得使得大家几乎觉得好像没来过似的 我们又忘掉了 人类是非常健忘的 我们在思想考虑一下 经济的速度危机的时间来得越来越快 从十年变成九年变成五年 变成现在每三年起来 下一个危机是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 我认为现在已经开始在运量一场新的危机开始起来 我们谁从这个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思考了什么 我们现在又开始进入了这种新的 对明天 对数字 对一切的追逐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问题还是挺大 但是问题大解决方案永远比问题多 我坚信一点像做企业的人 乐观主义 乐观积极地看待 经济危机来了 有机会赚 没经济危机来了 经济发展了 也有机会赚 天下永远不缺机会 前段时间我碰上一个朋友 我在北大碰上一个年轻人说 马云 中国的互联网机会都被你们搞光了 所有的创新机会都被你们弄光了 中国没有机会了 我们怎么做 一百年以前 艾利森发明完以后 美国曾经有个经济预测学家 我比较讨厌那些预测人 他说实际上所有发明都发明光了 已经没发明了 但是人类层出不穷 有了微然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后来有了Nescape 大家就不可能再有 好 然后又有了Yahoo Yahoo觉得已经所向无敌出了Ebay Ebay了有了个Google Google有Facebook 人类永远在不断地创新 创新是永远不可能停止的 所以我觉得乐观地看看 不是你做不好 是你没有本事 这世界上有的是机会 我们永远不去机会 但是我想在这儿呢 提新亚洲的三个思想 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第一 我们觉得新商业文明的思想 第二呢 我觉得小企业大梦想 第三个我们对于年轻人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 实际上是对我们商业文明的挑战 商人一贯来被人认为是威力仕途 假如商人一定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你一定排位最后 赤农工商商总排在最后面 因为你把利放在第一 如果商人把义放在第一 我们商人寻找的永远是机会 但是在新商业文明时代 在进入21世纪 商人应该寻找的是解决社会问题 从解决问题中获得我们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 另外一个呢 我个人讲的感觉 我们现在的商业走向了偏差 我们对KPI越来越关注 我们对利润越来越关注 我们对股东越来越关注 阿里巴巴走到现在为止 十年以来 我是坚定的信仰者 客户第一 员工第二 股东第三 是客户付我们钱 是我们创造了价值收到的财富 员工是员工创造了价值 股东我尊重他们 但他们永远应该排在第三 上市之前 股东们给我的承诺 我拿了你的股票 永远不会卖 金融危机以来 跑得最快的是他们 留在最后的是我的同事 坚守我的同事共同去创新 假如我们看见的是 股东利益第一 那么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钱 等你眼睛里看到只有钱 只有数字的时候 你是一部机器 你没有创新 你不可能创新 我们看到大量的企业 背着数字 背着这些KPI 背着利润 背着股东 股东忘你说 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悲 一种很大的悲哀 股东们今天买你 明天就卖你 今天给你提个建议 你按照他就说了 他又赚了 他比你赚得更快 所以我觉得 别相信这些家伙 真正的去创造价值 是对你的客户 在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你的价值 让你活下来 阿里巴巴在成立的 1999年 200年 01年 02年 我们几乎分分不赚 每年在亏损 每天在亏损 但是支持我们的是 顾客的感谢性 说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 我们活了下来 我们有一天 有钱了会鬼你 当然听起来有点空 但是今天他们 确实回报了我们 第二互联网的成长 大家千万要记住 互联网它是一张革命 它是一张文明 我觉得互联网的 四大要素 也贯彻了 未来企业做企业 必须要有的四大要素 第一 必须有开放的思想 第二 用分享的精神 第三 承担责任 第一 是全球化 你只有开放 才能够进步 你只有分享 才能够让别人为你工作 大家共同去努力 你只有承担责任 你才有明天 只有全球化 你才有可能胸怀 我觉得最早 我们哲商有一个 很有名的胡雪岩讲过 生意越来越难做 越难做越是机会 关键是眼光 你的眼光 看着一个城市 做一个城市的生意 你的眼光 看一个国家 你可以做一个国家 你的眼光 看着全世界 你就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今天的互联网 今天的全球化 速度之快 超乎大家的想象 今天你还看着脚底下 你永远不会走得太远 在新商业文明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 客户的关系 环境的关系 企业和未来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我们重新理清楚 以前靠剥削别人 以前靠剩余价值 今天我们靠创造价值 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 二十一世纪 不是大企业 不是大规模 不是大资本 而是小企业 小企业大梦想 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典型 我个人 所有毕生经历 是支持小企业的发展 每次到小企业的论坛上面 我看到的是梦想 我看到的是激情 我看到的是 他们希望改变自己 改变别人 改变家人 但是我去大企业 世界五百强的论坛中 我看到的是贪婪 我看到的是素质 我看到的是利人 我看到的是股价 我觉得这样是走不长 当然很多人说 我觉得我们今天 大家都在讲中国市场 我非常同意 刚才李兄讲的中国市场 今天谁告诉我 中国市场不够大 我估计他肯定出问题了 中国市场一定是大 我也坚信一点 可能这句话有点强硬 有点狂妄 但是我认为 适应中国 适应世界 二十年以前 我们说全球话 是你懂得了欧洲 懂得了美国 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做生意 但是今天 你懂得了中国 你就有可能 到全世界去做生意 中国将会制定游戏规则的地方 中国是制定下一个世纪 这个是二十一世纪 游戏规则的地方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在那儿 所以去中国 不是去发财 今天不是去发财 不是寻找机会 而去参与 未来游戏规则的制定 所以这是我觉得 当然 今天所有的大企业都过去了 小企业 下一波应该是小企业 大企业过去了 该犯的错误都犯过了 而且他们该犯 因为谁让他们去 他们有钱 很多人今天 这两天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外国互联网公司 到中国都失败了 都不成功 Google也不行 Yahoo也不行 Eva也行 都被你们中国本土 都搞死掉了 是不是中国不能做 任何一个失败的人 是最容易找借口的 人类总是为失败找借口 不为成功找方向 我觉得外国公司 到中国来倒下了几家 五六家 输起了十个手指头 中国互联网公司 倒下多少 五千家都不止 这些企业为什么到中国倒下 他们说 哎呀我们跟政府 不会搞关系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账 他们有的只是借口 阿里巴巴到今天 没有跟政府要过一分钱 没有过银行带国 可以分钱 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艰难 但是我们为什么活下来 因为我们有理想 我们知道中国一定有未来 我们没办法走 必须点点滴滴的去走出来 我们乐观 我们看好未来 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撤出 很容易地说 这东西不干 我走掉了 谁都会做 放弃 谁都会做 坚持 只有很少人才能做得到 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呢 很多跨国公司 到了中国以后 想的最大的问题是 我得找 professional manager 这些家伙 只会make老板开心 不会让客户开心 他们每天记得的是 make the boss happy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make their customer happy 他们带去的是知识 他们忘掉的是 自己的一种精神 任何企业 可能eBay也好 雅虎也美国的 Google在美国的成功 是一种创业者精神的成功 是一种永不放弃的 精神的成功 但是呢 去了那边以后 这些人都忘了 到了那边以后 用的是知识 我有品牌 我有资金 以为用钱去改变市场 不是 永远又脚踏实地 用精神 用梦想去改变别人 所以呢 我想 在这里面 我鼓励 所有的小企业 今天 中国是你发展的地方 做企业 一定不能害怕竞争 害怕竞争 你就别做企业 就像你害怕比赛 就别当运动员 竞争 是企业过程中 最大的乐趣 如果你说 我做得很大 但是我打不怪任何人 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也有人跟我讲 前段时间 我到美国去碰上一个 非常全世界 著名的投资者讲的 你们中国没法做生意 到处都是陷阱 到处都是漏洞 到处这 到处那 你们还有这 还有那 甚至我们在探讨过程中 听到了这个法轮功 西藏 然后他问我 你怎么看 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 他说你怎么没听说过 我说我是没听说过 他说这不可能 我说有什么不可能 西方人的聪明 是看见别人没看见的东西 东方的智慧 叫看见当没看见 对不对 地下全是漏洞 你干嘛去找漏洞 漏洞之间一定有条路 为什么不去找这条路 而天天开漏洞 我要到你们美国去 一个月 我也能点出一万个漏洞出来 You so what 这世界不缺抱怨 缺的是解决抱怨方法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每个人去中国 你一定有抱怨 一定有痛苦 这就是做企业 否则你就别去 第三个问题 我想讲年轻人的问题 中国也好 全世界也好 我永远坚信一点 我永远坚信一点 年轻人超越我们 今天对80后90后意见非常之大 我觉得80后90后 比我们强大多了 我父亲跟我争了那么多年 我父亲跟我爷爷争了那么多年 但是我打败了我父亲 我父亲打败了我爷爷 对不对 我父亲跟我争了将近20年 最后我们没办法 我说我儿子 我儿子 今天长到1米82 你把我养成这样子 我把儿子养成这个样子 本事谁大 今天的年轻人 懂得了说no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觉的是 他们懂得了说no 我们那时候是别人告诉我们 我们就以为是什么 而他们告诉你 我不需要 这个就是最大的希望 而且呢 我也呼吁在座的很多人 我们不要以为 在座的所有CEO 不要以为 我们创新能力比年轻人强 不要以为我们的创新能力 比员工强 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聪明 永远相信别人比我们聪明 我们才有可能 在你最身强力赚的时候 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你的公司才有机会 关注年轻人 才是关注未来 年轻人今天关注的是什么 是绿色 是环保 是低态 因为我们也许 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年纪大了 但是他们 如果你不关心这些 你就再不关心他们的生长 我一直坚信 你解决了年轻人的问题 年轻人会解决你的问题 最后 我想说 市场不是研究出来 市场是打出来 我们永远相信一点 如果 我看了太多的人 中国也好 全世界都一样 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十年以来 我听了太多的 中国市场太好太好 他永远不去 就像游泳池上面 你讲的一样 哎呀 这游泳多好的 你不肯下水 你永远学不会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应该讲的是故事 而不是到了90岁 我们还在讲一个梦想 谢谢大家 咦 咦 你 咦 你 咦